HELLO 大家好 今次這部影片想說一下Pokemon劍盾裡面 一個新的系統 怎樣能夠生一個遺傳技 生遺傳技通常只有一種方法 就是你本身的副體或母體有一招遺傳技 那你的後代就會有遺傳技 但是今代劍盾裡面就有一個新的系統 現在就講一講 先假設你有一隻閃光寵 然後你發現那隻閃光寵是有遺傳技想要用的 但是你又沒辦法再做多一隻閃光寵 短期內就做不到一隻閃光寵 那怎樣做可以令到閃光寵有遺傳技呢? 今次就會講一下 我們就會用這個Pokemon小酌做例子 而這個Pokemon小酌基本上就... 你看到這隻女生的母體完全沒有任何遺傳 沒有任何遺傳技 而這隻男生的Pokemon小酌就有陰速拳 理論上這兩隻生出來的後代就會有遺傳技 這是第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就是把這兩隻都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她的女生這個母體就會有一招叫做陰速拳的技能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想要用這個方法 去令你一隻寵 學到遺傳技的話 你要放一個位置給她學 譬如現在這樣 這兩隻就這樣放進去 放進去呢 我不知道實際時間 大約可能是一個... 一隻蛋 一會兒那隻蛋我不拿 一隻蛋我們不拿的 我們先生出來 嗯 好 這個可以說是非常方便 一個生蛋的繼承系統 不用以往不斷傳來傳去 就是... 一傳二、二傳座、二傳三傳下去 有些精靈如果你想繼承遺傳技 都非常麻煩 好 我們試試看有沒有 我們看看女生 看看她會不會學到招技就是陰速拳 如果學到的話 如果是的話就是第二種方法 這個就是我所說的 對了 大家看到那隻女生已經學到陰速拳 本身的話她是沒有陰速拳的 現在就有陰速拳了 而這個呢 正正就是劍盾的一個新的繼承彈技系統 就令你那隻精靈 原本的精靈就可以學到一些... 學不到的技能 但是你另一隻 另一隻要有遺傳技才行 否則都是沒辦法找到遺傳技的 對了 以上就是一個的彈技 遺傳技能的一個教學影片 我們這次就先來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喜歡的話可以按個讚 還有按訂閱 然後呢 未來也會有更多劍盾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